韩国副总理兼经济计划院长官南德佑 今天下午4点15分 大级到达我国 受到经济部长孙应玄 和中韩经济协进委员会 策则人胡政府 韩国大使金桂元 以及参加第10届中韩经济合作会议的 中韩双方代表团团员的列队欢迎